27号晚间的高雄下着雨 仍不影响陆军常态19号演习的战术机动 来看到从凤山的金汤营区 有多辆M60A3和战术轮车开出来的画面 这些都是八军团 机部333旅的装备正在前往中台歪 可以看到CM21装甲运兵车也出动 民众也抢拍 蛮酷的 早看装备样子在路边 另一头要跟他们对抗的是 中部10军团装甲586旅的联兵议营 也从新竹湖口迎许出发 通过了凤笔隧道 这十多辆的M60A3在宪兵的护纵下夜间激动 这次的长汉19号演习将进行七天六夜 由六军团担任统裁部 无论是演习的行事出动的兵力都是历年之最 更比照了汉光40号操演的精神 实施24小时不间断夜间训练等实战化训练 借此来磨练官兵对于状况的应处和应对 在未来一周 在彰化云林和嘉义的观众朋友 如果募集到了战甲车出没 也不必惊慌